张艺谋最近没有什么新片 但新闻却不少 自同与老搭档张伟平闹败之后 事业录何去何从一直是个谜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还被找到下家之前 他又因超声门事件弄得很是头大 限制被网友调侃为葫芦阿太爹 不过日前老毛子签约了新东家 一则三年两亿薪水 占有该东家集团85%的基金利润 理由竟然是为了养孩子的新闻 再次将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该消息一出立刻遭到了签约集团高层的否认 对方称所谓三年两亿薪水和85%的基金利润是假的 张艺谋确实已经与之签约 但他同时也是股东 是要以行业惯例合作 并不是用偏酬衡量 而该集团是上市公司 基金的一切走向要公之一众 并不能私下拍板决定 最后关于张艺谋签约该影视集团 是为了养孩子的说法 这名高层称完全是子虚乌有 并要对这些胡乱编造的人追究法律责任 风静区的整理报道